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 很多门店在办促销活动时生意红火 一旦停止活动 生意便突然冷清 如果你也是做生意的 也面临这样的困境 那么一定要看完这个视频 对你会非常有启发 这个案例适合那些缺乏客户 长期亏损的店主 通过学习其中的商业逻辑 你将不再为赚不到钱而担忧 美女开了一家便利店 但由于经营不善 店面陷入了倒闭的困境 幸运的是 她通过三个简单的步骤 让便利店在三个月内 逆势狂赚50万元 实现了经营的逆袭 首先 她制定了一项广告宣传活动 推出了锦售一元的可乐 原价为三元 这一优惠 迅速吸引了大量顾客前来购买 然而 为了获得这个一元的特价 顾客需要在店内消费满五元 然后才能购买一瓶一元的可乐 这一策略 吸引了原本打算在其他超市购物的顾客 他们纷纷前来购买商品 以获得可乐的特价 这个优惠虽然不盈利 但她吸引了大量顾客进入店铺 并随后购买了其他商品 解决了店铺的客流问题 然后 为了提高客户的回头率 她引入了一个奖励计划 每次客户在店铺一次性消费满一百元 他们将获增价值二百元的现金券 实际上相当于免费赠送二百元 这一优惠 鼓励了客户多次回头购物 因为他们知道 在这里购物 不仅能享受到特价 还能获得额外的现金回报 这种方式 不仅提高了客户的忠诚度 还增加了店铺的销售额 最后 她推出了一项免单活动 每个月底举行一次抽奖 在这个抽奖活动中 一等奖获得当月消费全免 二等奖享受当月消费八折优惠 三等奖可以享受当月消费九折优惠 而四等奖 则会获得十账三元的优惠券 这一策略吸引了众多顾客 因为有机会获得免单的机会 几乎是无法拒绝的 这个活动 不仅增加了店铺的客流量 还提高了客户的忠诚度 通过这三个步骤 美女不仅解决了店铺的客流问题 还成功实现了盈利 她的创新思维和创业策略 让她在短时间内 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因此 无论你是一位已经开店的老板 还是准备创业的人 在商业模式设计 与裂便式增长套装 还分享了更多案例与落地方法 比如众筹模式 会员模式 特许加盟连锁模式 报品货客模式 社群运营模式等等 总结了各个行业的 转型盈利的方案和秘诀 系统的帮助传统行业 摆脱困境 实现逆势增长 这本书帮你打开思维格局 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业道路 如果你想赚到更多的钱 那这本书你非读不可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立即了解 成大使者不纠结 关注我 分享更多商业模式